投彈训练精准命中地面目标 时常出没台海的中国解放军轰6K 进行实弹操演 更罕见曝光9架轰6K编队飞行 解放军更释出航母编队训练的画面 趁着建军结打瘦肌肉 另一方面也意在跟美国示威 自从传出佩洛西将访问台湾后 共军各项挑衅动作不断 包括共军骚扰我西南空域 甚至逼近海峡中线 实弹演习制造威胁 以及发射导弹等等 除了海空军对台海周边施加压力外 距离台湾最近的厦门地区 也秀出不寻常的气氛 厦门航空网站2号一早突然宣布 调整部分航班引发中国网友讨论 认为这是要开刀给战机 更有厦门市区出现大批装甲车的照片 难道共军真的积极备战 这个都是政治动作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对比起中国网友热烈讨论 中国媒体对佩洛西访台几乎都没有大幅报道 共军一波接一波的动作 对台施压警告的意味相对浓厚 华语新闻郭斯文宋指引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